停在路邊的箱形車 突然冒出火蛇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剛開始就冒煙而已 我們就趕快停下來 就趕快下車打119 後來整個就燒起來 對 金龍復興路和中和路口 10號下午3點半左右 一輛箱形車開到一半 駕駛發現不對勁 才把車停好 沒幾分鐘 整個車輛就起火燃燒 後來火很大都是火 爆炸聲好幾聲一直蹦蹦蹦 後來消防隊來很快就滅了 車主一開始要企圖滅火器來滅 有啊滅火器在那邊 你看還在那邊 它有滅 由於車輛起火地點 就距離中山消防分隊 大約200公尺 消防車趕到現場出動水線 大約10分鐘內將火勢控制 復興路跟中和路路口 有一個小貨車起火燃燒 那群群問啊 車主是表示說 開到一半的時候有起火 那我們到達現場的時候 已經進入全面燃燒 出一水線 出一水線大概10分鐘內 將它火勢控制 車火來得又急又猛 雖然火勢撲滅 但怎樣箱形車 燒的只剩下骨架 不過幸好駕駛平安無事 至於起火原因 人有帶計智人員進行調查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 照明一個城市